為了夠我們一起看天氣這兩天呢 下了好多的雨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這次有災情的話一定要先做好一些調整或準備 這次的雨整個加起來很多縣市都三四百毫米真的蠻多的 應該很多人會覺得快要受不了了 都整個曬衣服怎麼曬都不會乾 這個就是典型梅雨的特徵 發霉的霉 現在開始呢禮拜一封面會逐步的北台減弱 降雨形態慢慢的改變下禮拜一二開始就轉為 這個偏南風開始有一點水氣喔 那今天的這個降雨呢禮拜天下午的降雨是以這個台南南部 高雄屏東為主這個雨是非常的多 很多地方已經有積淹水的情形發生 那這兩三天呢很多地方像從 這個台北市的台大然後 包含了這個南投 甚至說在這個 台南雲林 高雄屏東等地都有超過400毫米的降雨 這真的非常的多啦 這個其實也造成說整個水庫呢 也保了 但是這個離保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至少呢這個 從這個今年一月開始這個是新竹的保二水庫 一直往下降 降到這樣快要到 各位數字的數字然後總算大幅度的提升 雖然沒有到達很滿啦但是至少可以撐到 這個7月底當然啦接下來還是會有降雨的所以 應該就可以解除限水喔所以今天一早就有好消息 現在來說的話整個東亞呢整個有沒有看到一個長串的 這個西南季風開始啟動延伸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這個就是我們遇到的梅雨封面 加上西南氣流的這個影響啦 整個西南風氣風的影響 那剛剛在這個位置 那反而 在中國南方這邊呢是非常的熱 所以 整個環境呢在變化當中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邊呢 預計呢快要在 逐步在在擠 半天到一天左右 這個就會稍微 結構一些改變了 當然啊這邊南邊的這個水氣還蠻豐沛的所以 未來這一陣子呢是一個在轉換期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開始還是有一些南風出現會吹的偏南風 但是南海這個地方呢西南風帶來的水氣還蠻旺盛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天氣呢會轉為 這個山區有午後的鎮雨 之前都是在北部的山區發展南部都發展不大起來一點點而已 那現在呢開始會發展起來的午後鎮雨 下禮拜開始機會都會增加很多請大家稍微留意 整個氣候的改變 那接下來呢就觀察的指標就是說太平洋高壓會不會再升過來 或是說有颱風或整個在改變所以現在未來一個禮拜 是一個調整變化的時間 我們就密切觀察密切注意 那整個環境來看的話從禮拜一開始這個北風要變少了 南邊開始 往北推了 往北推了 整個是 封面了就開始要往北台了 大概禮拜二三左右就整個是 往北台台的更多了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就開始轉為 未來越來越悶熱的感覺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南部還是有些比較大的雨勢 山區還是有些殘存的降雨 但是各位注意看禮拜二禮拜三 等於是降雨的形態跟過去禮拜天禮拜一就不一樣了 就改為以山區為主的一個降雨形態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種呢就是午後的鎮雨會增多 那當然啦 這個在未來這幾天的溫度也會慢慢的回升 這個是北部跟東半部 大概到了禮拜三四之後就會轉勤回溫了 那中部也是一樣禮拜三禮拜四之後 會越來越悶熱的感覺 有一點要進入夏天但是 水氣很多那種悶熱感悶濕感會蠻強的 北中南東都差不多都很類似 請大家多留意的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這次你明晚會 是